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 我是梦幻酒房在我家的Vivian 最近在独身陪好久没给大家上菜了 每天早早就出门上课 晚上准备晚餐就是越简单越好 最近新学的这个香辣醋泡菜 真的是又快又简单 连脱身都不用 基本上洗干净拌一拌就可以 而且非常的健康开胃又好吃 还解决了大家怕泡菜亚硝酸盐太高的问题 主要是这个酸腌制法不会增加亚硝酸盐的含量 腌泡菜最后剩下来的酱汁一滴都不浪费 直接拿来做韩式冷面的酱汁 Borgalipane真的很开胃好吃 最近已经做了好多次的香辣醋泡菜 因为老公指定说天天都要吃 这个泡菜口味偏酸 但是真的很开胃好吃 单吃还是配肉配炸物 还是做成冷面通通都可以哦 不啰嗦赶快来备料 所有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荧幕截图 文字食谱的连结未会放在资讯栏当中 需要的朋友点开资讯栏就可以看到 首先准备高丽菜 台湾的高丽菜超好吃 如果觉得现在还不够好吃不够便宜的话 就再等一下 越到冬天越好吃越便宜 等价格更便宜的时候再回头来做这个食谱 可以先把这道食谱收藏到你的播放清单 下次要找就容易啦 我这一颗大概台币100出头 也不算太贵 做出来是超大一盒 其实很划算 材料给大家讲解一下 不困难 因为是香辣口味要简单做个辣椒油 我是用韩式的粗辣椒粉跟细辣椒粉各半 其实不太辣 喜欢辣一点的就选中式的辣椒粉 也可以自己打 然后要运用油泼的方式来激发辣椒的香气 我用的是冷压酪梨油 非化学精致又耐高温比较健康 有拍过一支如何用油选油的影片 大家可以搜寻一下 醋的部分我今天用的是百分之百纯天然的苹果醋 甚至可以选有机的苹果醋 这个酸度大概在5%左右 这个是无糖的哦 不要买错了 想用其他天然一点的米醋啊白醋也都可以啦 另外糖的部分我用的是不会生糖的零卡糖 也可以用罗汉果糖、甜菊糖 甚至是阿洛桐糖 这类的糖没有什么热量也不会生糖 想用普通的砂糖当然也可以 先把去皮的蒜头洗净之后呢 加上饮用水 这边先做出一个蒜水 你用任何的果汁机、调理机都可以 还是手持式搅拌放都没有问题 然后打完之后会表面产生一些泡沫是正常的 放置一会之后就会消泡 然后可以看一下哦 这个蒜不是打的特别细腻没有关系 可以带有一点点的颗粒状 因为蒜水的缘故哦 我觉得这个泡菜吃起来特别搭臭豆腐 接下来来油泼这个辣椒粉 主要是为了激发它的香气 先准备来烧热油脂 每次做油泼就有人要问这个工具哦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大铁勺 没有什么牌子 其实随便拿一个小锅子就可以了 不必一定要用这个铁勺 就直接把酪梨油倒入 然后烧热 大概加热到摄氏180到190度左右就可以了 如果嫌油泼麻烦 不想油泼想直接拌 其实也可以哦 就是最后成品的那个香气呢 会比较差一点 不介意香气跟油润感的朋友 可以直接拌辣椒粉 但按照我这个版本是更好吃一点 油烧热之后呢 就瞬间油泼 这时候你就可以闻到浓浓的香气 我的这个辣椒粉呢 其实不太辣 就是颜色好看 然后记得可以稍微搅拌一下 做好的辣椒油辣椒渣呢 就可以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来处理一下高丽菜的部分 主要就是要先把菜给清洗干净 为了拍片好看呢 我是先切再洗 有一些朋友会担心什么营养素流失之类的 那你就是先洗之后再切咯 先洗再切的缺点呢 就是切出来的形状比较不好看 特别是我拍片想要镜头不凌乱的话 还是要先切再洗比较好看 不管是先切再洗还是先洗再切 就是要把高丽菜彻底的洗干净 最后还要用饮用水清洗干净哦 因为洗干净沥干水分之后 我们要直接来拌 清洗的画面就不拍了哦 因为盆子不够大所以分两盆 这个都已经用饮用水彻底冲洗干净了 然后沥干水分 还有一点点的水分残留在外表没有关系哦 反正是饮用水 然后我们醋的用量比较高 所以不用担心 接下来的步骤真的无敌简单 就是把所有的调味料 全部的加入这个高丽菜当中 粉红色的部分是玫瑰盐哦 你可以用一般的食盐 刚才有提到 不介意生糖的朋友用普通的砂糖也可以哦 然后不用管顺序哦 把所有的调味料全部的加入哦 最后别忘了刚刚油泼的辣椒渣辣椒油 戴个料理手套就可以直接抓拌 刚开始这个菜还有点硬挺哦 可以稍微用点力哦 像揉拌一样 把这个高丽菜全部揉拌均匀 这个没什么技巧 拌就对了 如果有更大一点盆子哦 就全部一起拌 我现在是分两份哦 最后这两份还是会结合拌在一起 拌的差不多你可以尝一下味道 看需不需要再调整一下咸甜程度 我觉得可以再增添一点鲜度哦 加上一点烹大湿或是鱼露 这样子的味道就差不多了 之前说过这个泡菜是偏酸的口味 主要也是因为这个醋的份量 可以抑制芽硝酸盐的含量 所以建议不要再减少 顶多顶多可以少个50克啦 如果你真的怕酸的话 或是再多加一些的糖也是可以 那这一边已经是两份合在一起的量咯 大家可以看到最后 这个泡菜的水分含量感觉比较高 其实这个大部分都是醋 这个汁可好用的千万别丢 其实这个泡菜拌好就可以吃了 但冰冰凉凉的吃更好吃 所以先把它放进冰箱冷藏个30分钟 直接盛盘就是非常非常开胃好吃的香辣醋泡菜 这个单吃就很好吃了 更不要说搭上之前分享的水煎五花肉啦 还是水煎牛肋条 真的非常搭 然后也很适合搭配炸物类 像是什么炸鸡啦炸臭豆腐啦 可以达到解腻的效果哦 汤汁千万别浪费 给大家做个韩式冷面 这个面在虾皮就买得到 韩式汤冷面 之前在Uber上面点过汤冷面 真的好Q好好吃 这个做出来简直一模一样 煮滚一锅水就可以下面调 大概煮个两分钟左右就可以 怎么煮就参考你买到的厂牌包装上的建议咯 煮的时间蛮短的 记得要过一下冰水哦 这样最后的面体才会QQ弹弹的哦 真的没有买韩式冷面 也可以用台式的白面条哦 或者是面线冬粉也都没有问题 最后把它们全部组合在一起 就是非常好吃开胃的冷面啦 喜欢冰凉感重的可以加点冰块 想要更丰富的还可以加上白水煮蛋或是糖心蛋 超好吃的韩式冷面 狗屋顶 健康又好吃的香辣醋泡菜 等你交作业咯 这个泡菜基本上不沾到水 冰箱冷藏一个月不是问题 但会越放越酸是正常的哦 温度空 beschäft Jerry I Y E E Roma It's quirky it's mine we're holding hands to keep each other warm while we stand and watch a choir perform in all the christmas songs that we love yeah all the christmas songs that we love and in a while we're gonna go inside and drink our chocolate by the fire cause all i want is to spend this day with you let me give you a christmas a moment we'll fill with love and joy um um so beautiful kissin on a mistletoe's baby with you i don't need any presents as long as i spend this day with you um um so beautiful kissin on a mistletoe's baby with you 这就今天的食譜分享 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然后立马分享给亲朋好友 让他做给你吃 耶稣爱你我也爱你 我们下次见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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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